新华社痛批明星违法代言虚假广告乱象 上海警方最近披露申成手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案 相关品牌代言人马依利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 近年来从货不对版到夸大宣传 再到造成受众难以挽回的经济财产损失 明星违法代言虚假广告乱象被广泛关注 相关专家表示明星代言虚假广告不仅有违社会功德 更涉嫌触犯相关法律 2020年7月知名主持人汪涵代言的爱前进品牌出现对付困难 事发后汪涵选择道歉并表示跟进此事 为可善解决此事尽自己的力量 在茶智兰事件中 马依利工作室发布的致歉声明也表示 茶智兰品牌目前正在接受进一步调查 马依利女士已与该品牌解约 有网友调侃说明星代言翻车后 道歉解约下次注意成为应对的标准流程 微姑娱乐整理报道